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分享一下 贵族的9个地区都有什么好玩的 首先来看六盘水地区 六盘水地区不大 总共就这么大 这个地方没有出名的五位移景区 四位积的有五六个 人们对六盘水的印象就是 夏天非常凉快 是个避暑的圣地 当然现在城市的建设也不错 许多地方的夜景很好看 六盘水的年平均温度15度 到了最热的夏天 平均温度19.7度 被称为中国的良都 这是它的盘州市 另外游玩的话 你像乌蒙大草原 牛羊城群绿草如荫 夏天绝佳的避暑胜地 而冬天的梅花山 玉舌雪山 是滑雪的好去处 在六盘水的水城区 有一个与越海山地旅游区 有些惊险自己的项目 还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美食 比如说水橙羊肉粉 里面会放一些薄荷 各种小菜 而且羊肉的分量特别足 价格一般都不贵 煎肉的才20 当地人一般是早餐 午餐吃的比较多 它这个羊汤熬制的非常独特 据说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好像吃一碗 一整天都不饿了 另外像北盘江大峡谷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 阿乐河 龙凤地宫 滴水滩 景色都不错 夏天来此避暑 可以慢慢走慢慢看 这就是盘江 很多人把车开下去了 所以我也停下来看一看 这个江水很绿 有一点像蓝苍江 啊 这边有个牌子 可以看见 这个钢铁公路桥 是二殿时候留下的 逛完了六盘水 我们就来看一下碧阶啊 碧阶有个五位级景区啊 是百里杜鹃 为什么叫百里杜鹃啊 很长啊 五六十公里全都是杜鹃花 每年在三只五月去最好 然后还有一个知名的四一级景区啊 赤金洞 这个赤金洞从微古微啊 是早晚的事儿 这个洞非常非常大 而且主要以自然光为主 这是大力神碑 比较形象的 但是由于里面的光线太暗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拿上手电 有些细节部分看得更仔细一些 它的门票不便宜啊 一百四十块钱 比很多五位的都要贵 这是反弹批放 也是行臣兼备 这是原定金生 红盖桃 婆媳情深 猪八戒背媳妇 晴天一注 这是霸王盔 赤金洞的代表 灵之山 赤金洞的三宝之一 普渡众生 是不是很像一个老和尚 三级华盖 这个是全世界唯一的 姊妹玉树 掌上明珠 这个洞走得快的话 一个半小时 走得慢 要两多小时才能走完 除了支金洞 这边是支金大峡谷 感兴趣可以看看 今天就先说这两个地鸡室吧 那么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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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